年末將至街上已經很有過節氣氛 尤其葉旦跨年緊接著舊式農曆年假 許多人已經做好出遊計畫 準備要迎接農曆新年 如果你是見紅就收的話 明年的春節假期可以從1月20號收到1月29號 只不過要在前兩週的1月7號和2月4號不上班 只是看看明年月曆1月21號到1月26號 是除夕到初五 本來就休假 不過因為碰上六日1月20和1月27號調整休假 1月7號和2月4號兩個週六補班 但這樣連兩週上班六天 會不會不符合一例一休規定 也就是說如果公會不同意八週彈性公時 勞工的連假就得分開休 1月27號回歸上班後1月28號和1月29號又因為碰上週末 所以休假如果公主沒有經過同意就調整勞工出勤 會開罰兩萬到一百萬元 不過想要連休還是分開民眾各有看法 覺得連放比較好 就假期比較長 不要連休 真的嗎 您願意就是來上班一天然後再休兩天 對啊 對 因為這樣子你要有好幾個禮拜 連續禮拜六都在上班耶 老闆是說只有到初四五就要上班 會聽老闆的這樣子 對 對 因為畢竟是拿他的薪水 怎麼休假攸關勞工權益 勞動部提醒公會務必傾聽員工意見 做出適當判斷 華視聚的方議請陳建達 台北報導